很多华人在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 为了做好学生或将来有好的工作 家里人也会劝你入队入团和入党 不过现在却有母亲劝自己的孩子退出中共组织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伍志斌等三人的退队声明 他们说 我们是三位在法国定居的年轻人 也曾回国生活一段时间 对比法国和中国的生活状态 我们用法国民众非常自然的独立视角来看中国社会 发现那有很多的问题 究其原因和中共体制不无关系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妈妈 她告诉了我们三退保平安的事情 我们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们声明从今天起 我们退出小时候曾带过的红领巾 退出少先对 再来看看辽宁 扬明等十人的退队声明 他们说上学的时候被蒙蔽了 以为好的人就会入队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种政治信仰 更甚至是一种邪教信仰 后来总觉得为了生活所获 必须要靠近 才有可能找到好的工作 没有意识到为了稳定的工作 而不自觉地与邪灵为伍 现在醒悟人不能只为了生存而活 而也要为更高级的目标而活 至少不能与邪灵为伍 所以在此宣布退出一切相关组织 先从心灵上和这些邪的东西决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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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